她是團長 所以妳要不要進來做呢 好啊 妳能做這種小凳子嗎 可以 委屈一下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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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感謝啊 你這個弟弟 然後 讓我再當美女有一下 我今天本來準備了一套很詳細的《萬一中國紀錄片》的講稿 可是當我聽完大家 很謝謝人們這個idea 就是大家分享介紹 這樣第一 我們感覺到好像認識了對吧 不是一個陌生的團體 而是一個 好像 是有一種共同的目的來到這裡的這樣一個氣氛 是非常good idea 就是introduce each other 我本來是有一個很系統的一個 這個講稿要講中國紀錄片 很嚴肅 可是我突然在你們介紹自己的時候 意識到 這不是大學的教堂 我也不是在講紀錄片課的 那我就準備下車吧 那我就準備下車了 特別是人家下車 特別是人家下車 這個 首先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為什麼 喜歡看電影 我想讓莎莎先說 莎莎你為什麼 喜歡做電影 你是不是因為喜歡看電影 才愛做電影 是吧 我應該就喜歡編故事講故事吧 我應該就喜歡編故事講故事吧 編故事講故事比很多剛買啊 寫作啊 但是我又不喜歡寫東西 所以就喜歡用影像來展現 然後 我就覺得那個電影美術知道的 所以 所以 我比較專注在這個電影的 look 和style上面 我過去背後有很深的原因 可能甚至你的父親也有原因 但是那個是私下在交流 我突然發現 露掉一個人要介紹 薇涵你給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薇涵 是 上海人 我薇涵從事的就是拍攝 就是跟電影相關 微電影廣告的那一類 而薇涵是剛剛從 San Francisco Academy 畢業的 他現在是做一些拍攝啊 什麼的工作 如果大家公司需要這方面的文才 跟他加一下微信 一方面我很欣賞他的那個技術 二方面他的世家 他的父親 是上海有名的文化名人耳東牆 剛剛去航海 迎著海上的絲綽之路走一圈 然後在全世界各地 收集我們中華民族的大思想家 各代的 是一個令我非常敬佩的一個文化英雄 他的婆父耳東生 如雷萬耳是相反的大導演 像楊曹偉還有周星馳他們 他們 張伯榮他們 都是他的伯父 一手提取起來的 所以呢 在微凡的身上有一些基因 就是一種對影像的那種敏銳 和高技術的追求的基因 我們現在一起合作做一些事情 大家記住了哈 有影像發明的工作 請找微凡 二微凡 我叫他小兒 下一個問題 請問紀錄片是什麼 舉手 宇柯 你啥叫紀錄片呀 Documentary 都不知道 學術的意義真是清楚 但是 從一個外韓的熱鬧 從外韓的角度來講 相對於其他電影來講 他能夠更加真實的紀錄 他不去干涉 也許有少量的鏡頭標準 但是他不太去干涉 然後就是實話 流水章 比起娛樂電影來講 更流水章 然後 就是實時紀錄 然後 有一些微笑點擊 並且呈現 OK 答得非常好 答得A 他說到不干涉 紀錄片是不干涉 那就是說 紀錄片是一個客觀的 紀錄生活現象和社會現象的 不動聲色的表達作者 對社會現象和生活現象的 情感以責任的一種影像方式 對嗎 有三四個分句 剛才誰遲到了 好像看見有人遲到乾淨來 是誰 OK 請你此後介紹一下 好 我叫徐倩 之前好像有見過你們幾次 你叫徐倩哪家公司的 我是東部的一個公司做進攻軟件的 上次是在那個 李珍珍的那個 他就是要拍攝一個電影 好 泡沫咖啡 對 那個火龍船陸西 出到你今天的演講 從陌山雞趕過來 Oh my God 謝謝 我剛才出差回來 謝謝 儘管你從陌山雞趕回來 但是因為你遲到我還是要問你 你為什麼對這個紀錄片感興趣 或者你不感興趣 你是對紀錄片所代表的一種什麼東西感興趣 因為我之前看的人拍的那個《遊浪北京》 然後看了之後感覺挺感動 因為我覺得紀錄片很多時候是關注一些社會 社會底層或是一些小人物 所以比較能打動人 然後內部片子很多顏色比較灰暗 就是反映的那個心情和狀況 覺得就是跟一般的國內的一些紀錄片 它是比較正面的 比較光明的那種 完全不一樣 所以從那部片子看了之後 我覺得我對紀錄片比較感興趣 所以我會繼續關注您拍的紀錄片 Thank you 紀錄片第一 它比如是片審甜 容易做 人人都可以做 只要有一個坑口的 有一個機器就可以拍 只要有一個剪接軟件就可以剪 每個人都可以端起機器來做紀錄片的製作人 這就是為什麼紀錄片大量的存在 尤其是在法國和美國 很多人都在做紀錄片 這些人默默無問 但是落字路 中國的話呢 有兩種做紀錄片的人 一種是中央電視台和各省電視台 基本上就是做的 聽聽剛才說的所謂的官民和正面 還有一部分人 以文官和胡兵代表的 做民間的比較多 那 所謂的紀錄片呢 剛才說到的是不干涉 是客觀 而且對社會富有責任感 如果你手上有很大的錢 你又有這個發行其道 然後你就很容易做一個偉大的官民的正面的一個紀錄片 比方說 蛇尖善的這麼多 對吧 那個叫紀錄片嗎? YES 那個叫 那個不叫紀錄片嗎? 不叫 為什麼呢? 它是一個熏腸片 它熏腸我們中國文化裡頭 主要那個 就是吃文化裡面的一個 一個核心的東西 什麼好吃 在哪裡吃 怎麼來的 怎麼吃 這個東西拍起來 就是需要一個 一個技術 和一個 research 就好了 但是你看到的裡面 它的那個message是什麼嗎? 你們知道 或者你們覺得 或者你們認為 吃在中國 吃在中國 吃在中國的message是什麼東西? 可以告訴我們嗎? 中國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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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 我覺得是一種 我覺得它在傳達一種 救命的一種家的感覺 就是 回家通過這個區的這個東西 來 全家有更能的生存 這個家裡 就夠了 是家裡的 家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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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它證明的message 是嗎? 家裡的感覺 還有誰? 一個 因為剛才你說這是宣傳片 但是如果中共的宣傳說法 基本上就是 希望聯播的一槽 中國人民過得很幸福 OK 尼克說 他的message 中國人民過得很幸福 他是家的感覺 差不多 但是就是 兩個人的回答都 都可以說是非常正確 不正確 非常集中要害 對嗎? 我們生活很幸福 我們吃得不大 有足夠的吃的 而且吃得很好 對吧? OK 還有誰有第三個答案? 我覺得 他想說 就是中國很偉大 中國人民還有中國 中國人民很偉大 中國人民很偉大 很有吃的主備 對 這個回答 還有誰? OK 這就是我要 我要竖起來的一個把子 就是一個target 我今天就是要以這個target 為一個主力 來講我要講的東西 現在這個target 對面的一個 一顆子彈飛過來 要打這個把子 這個子彈的名字叫殺戮 聽說過嗎? 聽說過這部偉大的紀錄片 殺戮嗎? The act to kill OK 請你們 記住 不用記在手機上 記在腦子裡 The act to kill YouTube上面有 很長 導演 剪輯片是 兩個小時零四十分鐘 美國的演劇 就是演劇 就是在演示院裡 都放映的是 兩個小時零兩分 你們吃飽喝酒以後 可以打開看一看 他的導演叫 Josh Winthe Hammer 他是一個非常年輕的 美國導演 他從某個基金會拿到了 聽說是五百萬 但是應該他說只有一百萬的 Dollars 基金 然後呢 就去拍一個在印度尼西亞 六十年代發生的 殺共產黨的活動 這些殺共產黨的人 筷子手 都還活著 而且活得非常滋潤 有的當了大官 有的當了富人 有的殺沒當 可是過得非常好 而且不受任何殺人的影響 而死去的一千多個共產黨人 他們至今都沒有得到任何的這種 他們的後代 他們的孩子都沒有得到任何的照顧 這個紀錄片呢就是 寫的一個正常的人 在座的各位都可以殺人 只有一個原因和一個理由 你就可以殺人 你平常不殺人是因為你找不到動機 你下不了手 但是 如果有人告訴你 有一群人 不管他叫什麼 什麼黨 民進黨 智工黨 博民黨 共產黨 這幫人是你的敵人 這幫人會搞垮你的國家 這幫人非要滅了 你才能 讓你的智慧拔袋高降無憂 這個時候你會怎麼辦 你一定會殺人 你說我沒有槍 不需要槍 你說我沒有刀 也不需要刀 你怎麼殺人 你肯定有一個辦法 你別看著我 你絕對有個辦法 每個人的小臉上都寫著 I'm so innocent I'm bullshit 每個人都可以殺人 而且殺人很殘忍 而且用的方法都不一樣 當然